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它其实距离台北市大概只有165公里左右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这个图 牛山岛距离台北市就是165公里 那其实牛山岛距离新竹是更近的 只有119公里 那目前在牛山岛这边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实弹射击 其实上周呢这个联合利剑在上周一的时候也才刚落幕嘛 没想到事隔一周这个福建平潭海事局又发布了航行警告 就说这附近在牛山岛沿海要开始进行实弹射击 那时间是在今天的上午这个9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 那一切的船破是禁止止入的 那我们看到这其实牛山岛它其实算是福建省沿海的一个岛屿 也隶属在平潭线这边 那这个岛呢其实是中国大陆领海基点之一哦 它距离台北市非常的近 直线距离165 那包含了像是微博热搜啊 百度热榜啊 其实都有这相关的讯息 那甚至人家在讲说 这一次的这个平潭里面的实弹射击 里面有一支火箭部队 对于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哦 这是解放军72集团军的火箭炮兵第一缕 一营二联 它同时也有参加到联合力舰2024B的军演 那这一支火箭炮兵部队 它主要配置的是PHL-16远程火箭 那其实在2022年8月的军演那时候啊 那时候佩洛西的这个围台军演 他曾经也对马祖乌丘东营啊 还有离岛实施过远程火箭弹的这个射击演习 那其实这个PHL-16呢 它就是车载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它可以携带两种哦 就是携带8枚的370公里的火箭 射程350公里哦 或者是2枚750公里的火龙480战术弹道飞弹 那它这射程是有500公里 那射程是涵盖了整个台湾 换句话说也是现在目前国防部监控最严密的 一支部队哦 那现在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平潭这边 正在进行 所以大家在推测说 是不是就是火箭军正在演习当中呢 那再来我们看看 呃最近的一些动作 从9月份开始 其实福建大城湾就已经在进行联合登陆的演练 那当时呢 他们就是包含了两栖登陆训场 以及距离澎湖大概235公里 距离台湾本岛的西部大概300公里 这个地方来进行登陆的演练哦 那其实看起来都是有步骤的 现在这个迹象越来越明确就是大陆的围台 以及对于美国的区域拒止的战术是更加的清晰 包含了如何登陆的演练 还有呢这个9月25号解放军也有向太平洋 试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当时我们在节目上面也有讲到说啊 大家推测是东风41哦 那还有这个14号上个星期一的时候 联合力建逼的这个围台演习 围台演习的隔天 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去到了福建东山岛 那东山岛也算是对于台湾一个讯号哦 因为大家想到说1953年的东山岛战役 当时我们的国军算是最后一次 这个反攻大陆的这场战役哦 所以是不是也是释放一些讯号给台湾知道呢 那17号的时候习近平也去到了 火箭军这边来视察 然后看到了东风26的弹道导弹来亮相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向美国释放区域拒止的讯号 我们来看一下下方哦 东风26B又叫做关岛快递 它是全球唯一能够攻击5000公里目标的 中程弹道飞弹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东风41的射程 最高呢是1.4万公里 那因此这样子去视察的动作 也是在告诉美国你不要来干预到 这个我们属于两岸之间的事情 那10月21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样子的航行警告以及实弹射击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更完整的一个 围台跟区域拒止的战术了 那大陆对于美国也是越来越加强硬哦 因为昨天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绿媒 甚至是美国的媒体在讲说 啊这个美加的军舰哦 经过了台海 这是一个航行自由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灵舰 是强硬的回应了 这是在滋饶搅局 他说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以航行自由为名 来挑衅威胁中国主权跟安全 这也算是这个两年来第四度哦 美加这样子的经过 可是这一次算是讲话最严厉的一次回应哦 那美方他们其实在前一阵子 也有公开了一些画面 就说解放军强势驱离的画面 那他的确看出来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的回应是更加的 就是你到我家门口来 我必须得要有一些更强硬的回击 那在东海上空呢 大陆的空军海军的这个雄鹰 蒙旅的苏35MK2的战机哦 携带了强大的导弹拦截美军 那迎面就是八枚的热焰干扰弹 然后提醒说美军啊 我在警告你啊 你要赶快撤离 那美国现在是不是越退越后头呢 美国他跟这个日本的加贺号哦 就是到了圣地牙哥的近海这边 他们来进行一些这个起降 这个就垂直降落在加贺号 这样的一个演练哦 10月份的时候 他们在这一个圣地牙哥的近海 来进行这样F-35B的落件画面 也曝光了这个相关的画面 可是问题是现在中国大陆哦 已经呢 有他们最新的超级雷达 对于F-22 F-35的战机的隐形哦 恐怕是无所遁形的 在这超级雷达之下 隐形是会破功的 所以我们看到 《华尔街日报》 有一个最新的报道 他说美军转变了印太战略哦 是不是以分散求生存呢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升高 印太地区这个遥远岛屿上面的 这个飞机跑道啊 然后重建一些二战时期 曾经用的机场 讲的就是天宁岛 然后寻求不再依赖几个 大型的空军基地 可能是距离中国大陆比较近哦 所以他现在开始 要把战机更加的分散 然后来增强应对 中国大陆庞大的 飞弹库能力 那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帅将军怎么看 首先我讲这个火箭炮 大概最不起眼 但是对台湾威胁最大的是它 第一个它便宜 第二个射程呢 可以达到500公里 换句话说 福建沿岸的这个火箭军呢 很轻易地就把台湾 西海岸跟东海岸所有飞机上的跑道给你炸烂 然后每隔两三小时再来一下 你修补都来不及 这什么意思呢 就会造成我们空军所有的飞机没办法起飞 在天上的巡逻机也不像降落 没有跑道 我们不是直升机啊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廉价的火箭炮 就让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建立的空军 在作战的时候不能发挥作用 所以这个是对台湾失去空忧 它最廉价最有效的武力 它不需要战斗机跟你对打 它把你跑到杀了 第二个 东风系列的飞弹呢 分三个层级 四十一是五十一打洲际飞弹 打美国的 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核子平衡 东风二十六十七 是打关岛的第一岛链的巨子作战 第二岛链的巨子作战 那有了这个威胁以后 关岛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 关岛的美军部队太集中 陆海空三军都有 潜舰也靠在那里 这么面积不大的一个岛 如果被这个 中风二十七 这种高音速的导弹 打下去的话 那你损伤程度就很大 因为太密集 所以它往天灵岛去疏散 也是没有用 天灵岛也在关岛附近 所以就逼得美国在 东南亚东北亚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 关岛就失去作用 所以逼得它要采取分散措施 分散措施就往第三岛连各个地方去分了 所以当年大家一直认为 关岛是一个很作战的重要战略要预的话 现在也被东风系列的飞弹所破解 就说你要参加台湾的巨子作战的话 那关岛这么重要一个基地就没有用了 再加上它很多是反舰飞弹航母也进不来了 好 回过头来 看最近的历舰 历舰跟B跟A什么不一样 历舰A只是围岛 历舰B是封锁 封锁里面带刺的 什么叫带刺呢 封锁分两种 一种叫长风 一种叫短风 什么叫长风呢 我用少数的战舰支持海军 就封掉你台湾所有商船货船的进出口 这就演变成一个穷台的问题了 就是说我这样封了让你没有得吃的 没得喝的 没得燃料 电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逼你要不要和谈 他很可能在封的中间给你三天时间回答 你要不要谈 这就以封必和 如果还有一种的短风 我封了以后觉得你要反封锁 你要突围 你跟我战斗了 有了出兵的忌口 大举犯台 大举犯台 这个时候就回过头来看东山岛的重要性 东山岛旁边就是这个大什么湾 大鱼湾 那就是解放军的陆战队做两栖登陆演习的地方 那东山岛跟平滩岛 在九六飞弹危机的时候 就是我们国军最注视的东西 因为那边搞大型军演 出海以后船头一掉 不是新竹就是台北 你知道它哪里登陆 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时间也很少 但是我们的衡量 它那个时候的兵力不足 登陆艇不足 所以我们说你只能放外岛 我们那个时候桌展中心放到外岛 现在人家兵力又足 它有四万吨的两栖登陆舰 有数千吨的几百条的 中型的登陆舰 那就可以构成犯台的必要兵力 加上你前面空军不能用 海军被压制 它就顺利登陆 所以这些东西一连串来看 我们来看 这就是很完整的一个作战计划的一个演练 那除了封岛 除了空军 除了火箭炮 火箭炮可能是犯台跟封守的第一发信号 那你空军就没有用 我们辛辛苦苦建了几十年的空军 就为了跑到没有 而不能发挥战力 不能小事 好 来 温赖老师 这一次的实弹射击来得快 然后针对性极强 您有没有注意到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就在平滩岛不到四公里左右 六七公里 也就是它的打击面积区离平滩岛 平滩岛我们都知道 它是对台的很重要的 跟台商就是两岸之间的工业的基地 都在这个地方 它的海底隧道 未来跟台湾的海底隧道 就是从平滩岛来接了 不管接到台北还是接到新竹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 距离是最短的 然后它的实弹打击区 就在离平滩岛这么富裕的一个岛屿 旁边六七公里的地方 一个小方块就在这个地方打 那刚刚率量军已经介绍了 远香火 你可以打三百 可以打五百公里 然后它的这个东风 十七 东风十六 或者是东风二十一 或者是东风二十六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打一千七百公里的 可以打两千多公里的 可以打四千多公里 所以这次的实弹射击 我相信美国很多的国家都会在注意 它从哪个地方 前段时间去了安徽 会不会从安徽的火箭军的基地里面 往这个地方打 有没有可能在福建的一些 远香火的往这个地方打 还有江西 还有江西 而且你会看 它离平滩岛那么近 那它来做实弹射击 其实它就是告诉你我的精准度 我的各类型的导弹 还有我的精准度非常的高 作战的威力非常的强大 那请问一下对于台湾的 刚刚蒜然君讲的 你台湾的各个军事基地 军事要塞 怎么有哪个地方打不到 更何况它也在告诉美国跟日本 因为美国跟日本两年一度的 这个美日的利剑演习 10月23号明天开始 一直到11月1号 这段时间 这次的规模是史上规模最大的 日本出动的3万多 美国出动的1万多的军人 然后还要到哪里呢 还要到我们台湾宜兰附近的石渊岛 宇纳国岛在这个地方 然后宫古岛要举行 这个实弹演练 而且美国还要把海马斯的导弹 拉到这个石渊岛 拉到宇纳国岛 等于是你直接就对了台湾 那这样的话 它等于是美国跟日本 它展现的就是说 我是针对你中国大陆来 我要牵制你的军力 然后你如果对台湾怎么样 我要摆出一个正式来 美国的过去的演习 给人家最长的记录就是 演完了以后就不走了 你看这次到菲律宾 去搞这个忠诚的导弹演习 演完了以后 忠诚导弹就放在那里了 过去海马斯不敢 也不能够放在 离台湾太近的地方 现在你不能排除 他演习完以后 就安置在那地方 解放军的这一次的实弹演习 其实就告诉你 你放了你也没用 我在我的本岛都可以拿到你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是针对性很强的 一次军演 实弹设计 好 来问一下运老师 我去过平潭多次 那么这个平潭是最有名的 就是它有一个63海里的 到新竹外海 那大家平常的话都知道 那个金台高速 金台高速铁路 或是高速公路 都是从平潭出来 要准备到新竹去接上去的 这个大家都 而且非常有可能就是 就从这个 因为有北中南三条线的话 平潭是占据了一个高冬位置 那这次的实弹演习的话 前面两位这个军事前辈 所讲的东西 我把它综合在一起来说 这个我觉得整个国际上的话 大家心里非常明白 就是大家各自在下场 有关于军事的大棋 那其中的话 我从联合力建2024B 开始讲起的话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在这个之后的话 习近平到了这个安徽 去看一下 视察这个火箭军 然后呢 这个联合起来的话 就讲到今天 讲到我们讲到 这个平潭的这个实弹演习 那之前的话 南海早报里面强调 美国的这个习近士船 跟这个加拿大的这个 温哥华吧 这个舰艇 就是绕过台湾海峡 那次序的话呢 就是今年非常多 大陆习惯讲一句话 就说习惯就好 那么美国一直想要做习惯就好 但是这一次的反应就特别激烈 这个特别激烈 通常应该习惯的东西 结果非常不习惯 零件的反应的话呢 也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就是说大陆本身来讲的话 断称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资料 有关于在平潭三百五到五百的距离 刚好就把整个台湾全部涵盖在一起 那么当然刚刚帅将军也提到 那个整个空军的话呢 就会受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东风二十六 东风十七 东风二十六的话呢 到五千 然后讲到到关岛 然后再加上东风三十一 四十一 甚至五十一的话 就可以到达一万二 一万四 一万五的话呢 这种情况下 会针对于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这些现象的话呢 基本上说明了呢 我觉得对大陆来讲就是说 我不怕你 我不惹你 你也少来惹我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 台湾在这个我不怕你的情况下 扮演什么角色 我认为大家都把这个神经拉得很紧 要等到十一月五号 我们六号会知道这个结果 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大家要这个精管其变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台湾剧 好现在全世界在聚焦 因为这个金砖峰会 恐怕会改变 接下来全球的支付方式 是不是去美元化 已经开响了这个第一枪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金砖峰会之前 中国大陆有一个好消息出来 说小米研制出了 三奈米手机系统级的晶片 哇这算是一个蛮大的突破 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快科技 还有第一财经都有报道 这个消息已经成功的突围了吗 已经在这个美国卡脖子的情况之下 终于做出了三奈米了嘛 那这一回呢金砖峰会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也有相关消息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经搭乘了专机前往卡山 那在这个卡山克里姆林宫这边的建筑群呢 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画面 昨天已经点亮了这个金砖强灯哦 然后以这个所有金砖 现在已经叫做大金砖国家 各国的语言来表示了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金砖哦 那金砖这个大金砖 其实也预告着 接下来是要变成 等于说全球南方多边主义 不再是以美国美元 为单一价值的一个世界哦 那我们看看这个其实蔡奇啊 还有王毅啊 也都陪同习近平这一回的出访 这一次的大金砖主张哦 其实就是中国大陆主要提出来的 三个关键字 就是大金砖合作 全球南方多边主义 来宣告着 接下来的去美元化展开序幕 那我们看到克林武林宫 这个普钦哦 也说哎 这一次最主要就是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哦 那双方也要讨论到各领域的合作 以及国际还有地区的重大问题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 其实不满意美元主导的地位哦 还有美国把这个经济 变成一个武器化 哎动不动 就是用制裁的方式哦 那所以很多人就想要赶快脱离 这个美元系统里面 因此对于这个金砖plus来说的话 大家也是说 这是挑战者美国跟西方主义 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大家这么瞩目的 就是金砖支付的出现了 金砖国家推出了这样的新的支付平台哦 那其实我看到今天有一些 台湾的一些学者啊 专家财经专家都在讲说 台湾要留意哦 不能被边缘化 如果我们没有搭上这一波的这个金砖支付的话 台湾会变成在这样子的一个金砖支付体系外头的边缘人呢 那这是值得注意的哦 那南非财政部长就有提到啊 他说其实这个金砖支付不是要取代现有的系统 而是要促进这所有的金砖国家哦 使用当地的货币来进行贸易 那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金砖国家的工商论坛里面 大家都开始这样子参与说 哎怎么样使用这样的金砖支付 我们来看看画面哦 在其实他们这个论坛期间呢 标有这个金砖支付标志的一些咖啡馆啊 商店啊都已经可以开始测试金砖支付了 因此有很多金砖国家就在讲说 哇这个已经奠基了一个新的国家支付系统的这个基石 而且还包含了九种货币哦 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这个方式 甚至还有黄金支付哦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全球南方在这个大金砖底下 感觉上面发展更加快速了 因为现在以整体的购买力评价计算来看的话 其实大金砖国家加起来已经是超过了G7 甚至呢对于全球经济成长的贡献率 已经超过了50%哦 那所以这个全球南方等于是 全球经济往前复苏的一个火车头跟发动机啊 那再来看看 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汽车 也在这一次的咖山金砖国家峰会里面 吸引了非常多人的注意啊 就想说哇红骑车也现身其中哦 就是被这个环球的记者拍下来 他说啊真实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品牌 现在出海的魅力啊 在俄罗斯现在有非常多人都喜欢 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哦 因为在这一波的俄乌战争之后呢 其实他们不论任何方面 不论是家电不论是汽车哦 都开始转向使用中国大陆的品牌 然后根据统计呢 现在俄罗斯9月份的品牌销量哦 前10名当中哦 只有第一名是俄罗斯的汽车 其他9名全都是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 那所以你可以看出啊 这个中俄之间的这个交流非常的深啊 另外广交会的第一期落幕也发现到 连中东的采购商也是大增哦 所以你看现在沙烏地阿拉伯的CEO 沙烏地阿美哦 他们讲说现在非常看好中国 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哦 以及他们现在这个石油的需求哦 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而且更在深化双方的伙伴关系 那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说将军怎么看 金砖呢 我讲两句话 他现在面临说要改变世界上的这个 所谓小院高墙 改回来多边贸易 这是要面对到欧美的抵制了 第二个 人民币的交易还是在5%以下 那美元的市场跟美国的所谓金融行动准则 跟美国的这个军事霸权之下 他们已经享受了快七八十年的优势 金砖呢 是第一个站出来对抗这个东西 但是你说它一下子要有多大的成就 可能还要花时间 因为什么 以前这些小国家是军力 完全被美国所威责之下 必须要服从美国做生意的游戏规则 那现在就是说新的霸权出来了 俄罗斯跟中国可以确除你对美国军事霸权的威胁 就是说我不怕威胁 第二个呢 那实际上中国大陆的市场跟产品 跟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市场 慢慢慢慢可以拨过来 这是很好的一个趋势了 所以这个金融战争这个仗还有得打 因为中国大陆手上还有很多亿的美钞 这个还没有完全 美债都没有卖完 因为你跟欧美国家还要做生意 所以这个支付系统是点的第一把火 就我们不要兴过汇兑的剥削 美国银行的剥削 美国银行金融的炒作 养套杀那一套 每个国家都吃过这个苦头 所以参加金融战是有意愿的 但是这一个奋斗时间还得需要 慢慢慢慢把这个系统整合出来 商贸量增加 我讲两句话 现在有的国家已经开始 以货亿货以货亿木 你阿斯坦布地安博要建成 我换多少石油进来 这都是在规避美元的载质 所以我讲金砖是一个rise up 是一个往上升的一个象征 就是看后面的操作 能不能完全破解美国的金融霸权 跟这个经济上的行动规则 游戏规则它定 现在美国最怕的就是 我的游戏规则被你破坏 对不对 所以金砖里面 你不是完全没有隐忧了 印度那个国家翻来覆去的 要不是俄罗斯制了它 可能它又倒到美国那边去了 所以好在就是说 中国产品的市场太多了 中东 非洲 中南半岛 南美洲 这些都是美国的经济实力 所不能达到的地方 而且它的产品 货比货人比人马 制度比制度 所以你看第一个反应的是 中东国家 因为同样的价钱 可以买到更物美价廉的货品 所以汽车是打先锋 后面还有很多东西 所以美国有 中国大陆生产是过剩的 它当然要找市场 对不对 再加上一带一路 基础建设它也可以输出很多东西 所以金砖在上海 上海什么合汇 上合汇 对 跟金砖的中央银行 提供资金 所以这些都是诱印的 好 来请教赖老师 美国他们这次 要修理俄罗斯 把俄罗斯赶出SWIFT 也就是说把SWIFT的工具化之后 把世界绝大部分的 发展中的国家都吓到了 包括中东地区的 沙特阿拉伯等 这些富有的国家 他们全部都被吓到了 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 都在要去美元这种风险化 而且都有高度的意愿 现在的金砖 它的GDP已经超过G7了 它的人口数占40%到45% 而且它每一年的经济的增长 它只会跟G7拉的差距是越来越开 也就是说金砖是越来越大 人口越来越多 而G7相对它来讲越来越小 影响力越来越弱 那你想当它的GDP这么的高 它的贸易额一直在升高的时候 那难道还要使用以美元为基础的 SWIFT的这个系统 他们没有这个想法了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就比较有共识了 俄罗斯在主力推 您刚介绍的那一套系统非常重要 目前来讲还没有发展出金砖币 所以没有实体的货币 它只能够是数位的 但是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是大陆 我跟你俄罗斯买天然气 我跟你买了 然后我支付给你的是人民币 可是你收到了却是卢布 而你跟我买车子 然后我卖车子给你 你付的是卢布 我收到的是人民币 那这个是怎么来呢 这个就是金砖国家的央行本身做背书 那他们本身的本币交易的汇兑机制 跟清算银行的机制 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所以目前来讲都在数位化 所以你可以用手机数位直接买东西 你可以银行汇兑买东西 但是金砖的这九个国家 他们彼此之间在这一次确定之后 就要开始推了 那中国大陆他的主张是要大金砖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了 有二十几个国家在排队 普丁他这一次的会议 因为本来金砖原本在今年的时候 应该是十一国 结果阿根提米莱极右翼的退出来了 结果沙特阿拉伯 他后来走保险了 我判断应该是美国给他施加压力很大 可是他没有退出 他只是取一个说我缓一点 我再慎重一点 再想一想 本来是沙特积极的要加入的 那现在他变成是往后退了一点 可是他没有退出来 所以目前是九个国家 但是普丁他办的时候 他邀请了韩这九个国家 总共四十二个国家 有二十个国家旅元首都来参加 所以对普丁来讲 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场秀 他也知道美国一定在迫害他 不让他把这个主场秀办好 习近平就硬挺 情义相挺 你看这一次去的时候 中国很看重这个 那在这里就推出大竞争计划了 那也就是说准备要再度的扩容 目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 那也就是欧亚的桥梁 土耳其想加入 南美洲的稳列瑞拉石油大国 也想加入 我个人倒觉得在这一次 未来定出这些方向之后 美元的霸权地位会受到冲击 短时间消失不可能 但是冲击一定会发生 好 陈娇俊老师 我要强调一下 大家了解什么叫货币 这关货币本身的话 为什么一张纸 它会有这种价值 美元的话 就是大家协议的 就是布莱顿森林的会议 1944年的 产生了今天美元独霸 那个时候 美国一国的GDP 是全世界一半以上 所以说的话 大家拿到美元的话 就是美金在手 我第一次看到美元的时候 摸在手上是 我家里有个朋友给我妈妈一张十块钱的美元 我就感觉上很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讲到十块美元 就是四百块台币是固定的 所以大家心里要了解 就是说 Bricks Pay的话 本身做的关键点的话 必须要回到货币当中 我觉得这里面有三件事可以讲了 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是大陆本身的立场 就是会强调金砖国家的合作 会强调全球南方 会强调多边主义 请大家注意 多边主义的意思的话 就是Bricks Pay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观念 就是说大家的支付系统 不是只有Swift的一种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系上要做一些事情 跟美国这边有往来 需要用钱的时候 就要先把登记Swift号码 那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code 那个拿code 每一个银行有他自己的固定的认知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美国的多边主义 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的 因为美国现在真正的霸权 来自于美元计价 大家知道美国人可以不用工作 美国人只要领了美元以后 最近会马斯克讲 你知道登记 要记到什么名字的话 每天的话 就是登记就发100 发100是属于宾州 不在宾州的话发47 你算算看 这个多少钱 100块美元就是700块人民币 700块人民币的话 在大陆多好用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印度很吃味 因为拿着印度的卢比 我看啥也买不到 你拿着人民币的话 就可以买到东西 然后所以呢 大家会觉得说 那个沙特 它就并不是 完全不受美国的影响 石油 因为它跟俄罗斯之间的话 基本能源的话 石油上来讲比较接近 但是我觉得说 金砖国家中 那个要达到真正的 用货币 能够买到东西的 我看大概只有人民币了 因为其他的话 就是 因为俄乌战争 打了现在的话 快三年了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 大家会发觉 替代能源的话 是有办法的 那么真正的话 无可替代 就大陆为什么 在这个消息的介绍 讲到大陆的一张 很重要的名片 就是新能源车 大陆本身来讲 也非常了解 就是说 你的货币要有价值 让人家自动会采取 你的货币的话 那么 基本上 这是金砖国家中 最重要的货币 可能就是人民币了 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在印度很不爽 印度非常不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好 差不多最新消息 刚刚看到这个半岛电视台 有讲到说 现在真主党发动袭击 对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发动袭击 然后现在目前以色列宣布 已经进入到了紧急的状态 那我们来看看 其实现在以色列 因为加大火力 在对于这个真主党这边 来持续进行攻击 甚至呢 昨天最新消息是 他还对于一些医院 作为一个攻击目标 贝鲁特的医院 作为攻击目标 那他们现在讲说 这个医院的底下 甚至还藏了 就是包含了现金黄金 作为他们这些 真主党的一些经费之用 那现在美国也在讲说 希望以色列赶紧来结束 这一场黎巴嫩战争 但是他这个要求很奇怪 连美国官员都说看不下去 以色列上周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文件 然后呢 他们就讲说 这个其实 要有两个条件 就是第一个是要准许 他们的国防军在黎巴嫩 积极的执法 第二是要准许呢 他们能够在黎巴嫩的领空 自由行动 美国的官员讲说 你这个会不会有点离谱啊 这已经是严重损害 黎巴嫩的主权啊 他们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你怎么可以提出 这样子的要求 而且以色列是送到 这个美国这边去说 这就是我的一个条件 所以美国也难以接受 那另一方面加萨昨天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段画面呢 这个男孩子哦 他其实呢 一直透过他的这个社群平台 然后向外发声 他是在加萨的一个男孩 那他其实也算是在这边 一个大学 算是他们的知名的大学的医学 好像医学院的学生 他将来想要当医师哦 但他就对外发声说 希望就是世界各国听到他的声音 然后把他们这些加萨难民救出去 但没想到 昨天他可能是在这个拍摄画面的时候 眼睁睁的大家就看到 全世界这样看到他被火火烧死 因为刚好炮弹就是袭击了这边 然后也引发了很多的舆论 就说哇 这样子一个加萨青年 就这样被活生生的 被以色列的攻击致死了 那还不止如此哦 另外一个画面让大家觉得很惊恐 就是以色列强迫加萨平民 要在坦克前面作为人肉盾牌 人家就指责他说 你这是违反了日内瓦的公约 所以这样子的以色列还不肯停手 这样的以色列还在加大火力 是谁纵容的 大家现在这样子看 是美国嘛 你美国还是一直在那边 很弱弱的讲说 希望你能够停止 但是一方面又一直在给武器 我们看到现在连伊朗 都已经开始进行一番军演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他们讲说现在 俄罗斯 伊朗 阿曼 他们现在在印度洋 举行联合军演 他们就不等美国了 觉得美国是已经 偏袒以色列了 所以还有包含了一些 观察员身份的 像是沙国 印度 泰国 巴基斯坦 卡达跟孟加拉 都在这个等于说 参与在这一场 这个军演当中 可能这个中东的大战 是不是快要一触即发 那连这个华尔街日报都讲到 华盛顿邮报他讲到 他说现在中东局势正在转变 以色列被抛弃 因为他现在看到了 利亚德跟德黑兰 他们其实数十年来 血流成河的斗争 现在已经是 等于说话敌为友了 甚至他们还在 本月份波斯湾国家的 外交部长 首次跟这个伊朗的外长 举行了集体的会晤 他们现在等于是 决定攜手 是不是对抗以色列 那伊朗现在也 这个发了一封 喊到联合国去说 拜登竟然已经批准了 以色列的报复计划 甚至讲说 只要以色列有任何动作 美国也应该要 全部承担责任 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看待这个报复行动呢 你看问奥斯汀 奥斯汀讲说 这个继续看下去 美国也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说 这个以色列要怎么样 报复伊朗 但是你的这个 萨德系统 已经部署到 以色列这边 奥斯汀都已经就位了 因此为什么 大家对于 美国这一次的做法 这么的有 国际上舆论的压力 跟不以为然 但是马克宏 这个角色又很奇妙 马克宏前一阵子 讲得非常强硬 就说我们不要再给以色列武器了 这个绝对不能够忽视 就是这个以色列 现在对于联合国的决议 你们是靠他建国的 讲得对以色列非常的强硬 甚至要禁止以色列 参加欧洲海军的防务展 结果后来 以色列的外长就出来讲话 他说将会采取法律跟外交措施 如果你不让我们参加 我们是不可接受的 再加上以色列 现在对于这个法国 就是连离的这个部队里面 包含了法国所在的地方 开始有一些动火了 那结果马克宏改口了 马克宏就说 我是支持以色列的 人家想说 马克宏的腰杆子也蛮软的 我们来问一下 帅将军怎么看 很早就怀疑马克宏 照理讲 从戴格勒建立这个战后的法国 就一直抗拒跟美国搞在一起 那么法国在这么多年 也算是欧洲第一大国 无论它的武装部队 国防 武器 都算得上是欧洲里面的 他也常常在倡导欧洲 要建立欧盟的军队 换句话说 他是唯一能够抵抗美国 这个前置的一个领袖 那马克宏上台以后 一下子反以色列 一下子支持以色列 真的像个变色龙一样的 你前一阵子还被讲 我要离南的法国威和部队 再受到威胁 我要派军队了 对不对 这个讲了很多 结果现在又支持美国 那以色列是你在联合国的支持下 你才在那边建国的 那就谴责以色列 现在又变了 第二个 我们看以色列打离南的部队 打三百多个目标 号称有个医院里面有五亿美军跟黄金 但是你要把它拿出来给人家看 如果拿不出来的话 就是说你借口去打人家医院 就跟他在加萨走廊干的事情是一模一样 让你的伤患不能就医 让你的难民不能集中 这就是赶尽杀绝的一贯手段 第二个呢 现在刚刚我上个礼拜就开始 我们看到 以色列的防空网破洞了 这几天你看 珍珠党 无人机也进去了 这个火箭炮也进去了 炮弹也进去了 我相信 最近可能也打到特拉维夫 我上个礼拜就预言 你这破洞一开 特拉维夫 因为你打的都是伊朗的民间的这个措施 伊朗以前还保持一个说 我只打你军事局定 现在你这样搞 趁你这个萨德破口的时候进去 因为美国也急急忙忙 现在把萨德已经运到了 组装完了 我看再过一两天 它的萨德又可以恢复了 但是各位观众 全世界任何萨德也好 S-400也好 爱国者也好 标6 标3也好 全世界的防空武器系统 不会百分之百拦截到的 当时我们买了个爱国者的时候 就三发两发对一发 只能对飞机 还不见得能对飞弹 现在空中来往的战绩 已经是 不是最顶尖的东西 现在都是飞弹 而飞弹的防空飞弹 都是3马赫5马赫 来公里的飞弹 都是10马赫 18马赫 20马赫 所以将来这个防空系统 算是一个决战的 很重要的东西 第三个 美国这个男孩子被烧死 这个画面 我的怀疑是白灵弹 一般的炮弹爆炸 只是爆针波跟碎片 把你给打死了 身上会起火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烧一弹 就是汽油弹 一个就是白灵弹 所以这种手段 画面破出来 对以色列很不利 最后看起来就是说 一个好好 一个年轻人 好不容易逃难到这边进大学 结果你这种滥杀的手段 造成活生生在你面前烧死 这个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 伊拉克还是伊朗的一个女孩子 一个大眼睛的照片 都引起全世界的一个震撼 那这个照片将来后遇症会很多 好 来 请教赖老师 美国以英文为主体的媒体 封锁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 这个战场中 所做的这些暴行 也封锁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想在很多的自媒体 在很多的媒体中 我们都看不到 台湾因为很依赖美国 英语系的媒体 所以台湾也都有相当的一段时间 都没有报道 有关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暴行 而这些暴行是每一天都在发生 现在封锁不住了 画面出来了 画面出来了 如果他们要再用强力的方式来封锁 那这个会让人家很明确的感受到 原来美国的言论思想 新闻自由是假的 因为他们事实上是施加了很多的压力 让他们的这些媒体都不要报道 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暴行 而这个暴行让大家无法接受 是因为这一位的年轻人 他是知忧生 成绩非常的好 那他跟他的整个家 根本跟哈马斯没有关 他们逃难到这个难民营 然后到难民营中 在医院里面 他还不断地在做视频 不断地求救 希望说能够让他到海外离开加沙去读书 那很多人很关心 也很同情这位年轻人跟他们家人的情形 结果就眼睁睁地看着他 一个抛火下来 火势就这样烧 而且不只把这一位年轻人 活活地烧死 他妈妈也活活地被烧死 他的爸爸唯一能做的先把他的两个妹妹先救出去 救完了以后再冲回去的时候 他救不了了 因为全身都被烧 被烧到痛苦不堪的时候 他就只好祷告 那这个整个画面送出来 我相信很多人对于以色列的这些暴行 在战场中的暴行 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那另外就是被把巴勒斯坦人当人质绑在坦克面前 以色列你不是要证明你很小勇善战吗 结果你把这些无辜的百姓摆在坦克面前 作为人肉盾牌来保护自己 可以去杀哈马斯 而让哈马斯不敢攻击你 这个是懦夫 丢脸 丢脸的行为 我们是最没办法接受 就是把一群百姓拉到前面 我可以用炮火去打你 你结果因为你是你自己的同胞 你不敢来打我 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 现在画面封不住了 曝光了 我们都不晓得美国人的颜面摆在哪里 美国人跟西方人为什么在今天 在整个世界影响力低成这个样子 大家都当他们又要讲话的时候 就说你闭上你的臭嘴吧 因为没有人想再听你 西方人美国人欧洲人你讲什么话 因为你们都是一群伪君子 虚伪到彻底的一群人 好 来请教韵老师 这个我自己觉得 我小的时候读书读到现在 学了很多价值 基本上都是骗人的话 就是讲这句话心里非常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讲到一些普世价值 讲到永久和平 讲到理性面对这个世界发展的一切 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是非常混乱的 那我们就是仔细来谈一谈一些 本质性的问题 本质性的问题就是说 美国对待以色列的态度 长期来讲 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产生了 我不晓得以色列本身来讲 是不是只有他们自己的见过 因为马克罗这边讲到说 是反犹太复国主义 就是反犹太主义 这句话用中文听不出来差别 在英文当中是非常明显的 反犹太复国主义是Anti-Zionist 大家可以查一下 反犹太主义是Anti-Semitism 那跟意义是很不一样的 那他讲这种话的话 把它连在一起 这个犹太复国主义本身来讲 有很多地方是很情绪的很疯狂的 我觉得说以色列本身用这种情绪的方式 因为我常常看到他们的国防部长加兰特 还有他们的川普总长卡勒维什么的 他们在表达自己立场上来讲 我觉得以色列内部有高度的共识 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 是最近纳赖亚胡打电话给川普 然后里面强调 川普本身非常得意的把消息泄露出来 然后里面的话就讲话内容 就是纳赖亚胡对于拜登忽然支持 忽然反对很不满 那那个川普讲说那你放心好了 我从头到尾就会支持 我这一听的话就发觉说这个悲剧 因为刚刚大家提到了 这个优等生里面所面对的一大堆的情况 被活活烧死 被在自己亲人面前看着他被烧死 而且一看那个样子 就是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赶快离开加上 那活在加上那边的人 哪个人不愿意赶快能够早一点离开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会觉得说中东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点的话中共必然要发生大战 这个是跑不掉的 因为你讲到伊朗沙特什么 因为沙特本身来讲的话 伊朗的实业派角度占10% 但是他们带总 现在跟你这类敢干的都是伊朗支持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的话 就是美国的态度上来讲 忽左忽右忽前忽后 反而把情况搞得更糟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一种情况下